我們現在看到 它既然把引擎放在後面的話 這就讓我們想到了 小坦 如果後置引擎後輪驅動的話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缺點呢 後置引擎後輪傳動的車 其實室內空間其實非常大 跟前置引擎前輪傳動 一直是一樣 是把它搬到後面去 那問題來了 維修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跟散熱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前置引擎前輪傳動 那杜惠型的小車 可能在市區停停走走 你前面的狀風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引擎的溫度會稍微比較高 那早期像Poosh或者是金龜車 它也是存氣冷 到後半步期時間的時候 它有做一個半水冷 就是只有氣缸頭的部分是有水冷的 把水箱移到車頭前面 幫助它狀風 會有改善一些 可是因為畢竟現在的 溫室效應也比較高 其實這些後置引擎後輪傳動 它的散熱部分 其實沒有辦法像前船的車 或是前置引擎的車 來得做得這麼好 因為剛剛德哥也有講說 像在後置引擎的話 基本上它周圍有一些耗材 也很容易 就是你要隨時做更換 對 因為高溫嘛 第一個你的 譬如說引擎的像水管 或是一些塑膠的電線 它表面就容易龜裂 這些久了 你都必須要全部換掉 不要浪費這錢 不然以前小小的火鳥公 別變換套餐 其實因為橡皮怕高溫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後置引擎的車 如果是換到橡皮件 或是水管 最好都是一併更換掉 免得人家真的孤入會很麻煩 所以現在其實啊 未來的趨勢 應該就是四輪傳動的天下嘛 因為我們大部分看到很多車 尤其是像性能跑車來說 都已經用到了四輪傳動 應該這麼說 就是很多人他會覺得 那市區真的有那麼神嗎 其實市區基本上 就像我剛才提到 它的極限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因為它四個輪子抓地 就是譬如說以性能車來講 為什麼市區車它在彈射的時候 它不管加速性能也比二區好 譬如說以911的Turbo S來講 它四輪輪子這樣一起彈 它可以在三秒左右達到0到100 對 那已經比很多M馬 甚至比它價格更高的跑車快 為什麼 因為它四個輪子 可以同時把它的動力分散 然後在彈數據的時候 它可以發揮最好的抓地力 這是一個優勢 那再來就是一般的車 譬如說好可能便宜車我舉例可能 Maybe 你可能買一台A4 Quattro 那它的優勢在哪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下大雨 就是你也知道現在天氣惡劣的時候 有時候那不是漏火 那是用土的 對 路上很容易積水 那你開一般的車 你可能衝過去的時候 它會水滑 對 會打水漂 你會怕 那你市區的時候 因為就像我說的 它四個輪子動力分散 它抓地力會比較好 你過去的時候它比較穩 它不容易出現水滑 再加上動態穩定系統的輔助 你過水的時候你也覺得沒感覺 那這是一個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喜歡開快車的時候 有時候市區系統的優勢 就是在於像我剛才提到 它前輪有牽引力 就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我們一般的車就是 你要方向盤回震的時候 才可以補油 對 這時候它車身動態才可以穩定 那市區系統 你可以在方向盤回震的時候 就大膽補油 它就可以藉由前輪的牽引力 把你車子拉開 所以很多性能車 包括像也不管說是 F-R或什麼 像我前幾個月試的 LAMBO的 這個AVENTADO的SV-J 它也是全時市區的 它就是用這個優勢 然後它的物理的極限會比較高 然後還有包括我之前 用去試的Panamera的GTS 那更不要論說911的這些市區這些 因為它其實就是有它的優勢 它可以降低你的駕馭門檻 然後提升你的穩定性 其實我覺得德哥剛剛講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句話 經典就是降低那個駕馭門檻 說實在冠儀 我們每次在介紹新車 車子一帶一帶出 如果它的動力沒有增長的話 你要不要 沒有 當然不會 對啊 你會覺得說 我們的車子一帶一帶科技在進步 其實真的引擎的性能 真的是越來越強 可是呢 是不是真的每一個消費者 都能夠駕駛這麼大馬力的一個 這個車輛才是重點 所以車廠在整個操控部分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像我們上次談到了什麼賣花城 脫衣壁 多連桿 雙A倍 都是在這個操控性上面 要下很大的功夫 避免什麼 避免這個車子失控才是第一優先考量 第二 才是它能夠做到多少的這個圈速 能夠跑的這個賽道上能夠有多快 所以它能夠讓一般的消費者 能夠很輕鬆的駕駛這樣子的大動力的 所謂的怪獸的這個車輛 不得不屈就去採用四輪傳動系統 保護這些多金的買家 它還會再買這個能 它能夠開的這種很厲害的怪獸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提到的所謂的這個 163的這個S或者是M 它都有推出什麼呢 都把它變成四輪傳動喔 然後但是它都有設定的一個模式 叫做所謂的甩尾模式 改到存後驅 因為呢 其實無論是任何消費者都是一樣的 都會講說 不行啊我就是要開後驅啊 可是它後驅它真的沒辦法開 它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個車手 都能夠駕駛這樣的車輛 所以呢它最後這個存後驅變成了 所謂的甩尾模式 其實甩尾模式 你某一個部分的程度來說 可以稱之為它是娛樂模式喔 你可以很華麗的過彎 造成一片塵土飛揚 一片白煙 很帥氣的在你的這個朋友面前 這樣轉一個圈說 你看我會甩尾 但是其實呢 加入了非常多的電子控制喔 以及我們以前有講過這個 這個福特的Focus RS 它都要有一個甩尾模式喔 所以像那個麥拿倫 也是開始都有很多的甩尾模式 這樣子一個設定主義 我覺得四輪傳動 對於消費者的好處來說 就是安全 就是安全 其實四輪驅動車 它有幾個構成要件 包括引擎變速箱 前傳動軸 前分配器 中分配器 後傳動軸 後分配器 好複雜喔 對 其實因為它主要是 它從引擎的動力 一直分配到四個輪子 要讓它平均分配 其實四輪傳動它有很多種 不同的條件 有的是屬於安全性的 有的是屬於越野性能的 其實因為車型的不一樣 或者是你的使用方式不一樣 所以它會有一些選配 像早期的四輪傳動 都是屬於上越野性能的 可是它就是很機械式 就是你可能下車 要自己去把前輪殼打上去 然後到後期是在你車內 你就可以切換二輪四輪 或者是加利箱 那到現在更新式的 就直接用旋鈕式的 用電腦分配 可是像我之前買車的時候 我有問一些前輩 就是說我到底要買是屬於 前區比較好還是後區 甚至於還是四區 我說買四區好像比較好 因為四啊 感覺上就比較多 四輪傳動聽起來比較厲害對不對 對 其實它是抓地力 這車子在循跡上面 都會表現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下雨天或是雪地 其實台灣比較少會遇到下雪嘛 比如這樣準備入冬了 很多喜歡上山看雪的人 就覺得我可能 今天有一台四輪傳動的 我可能就不加掛雪鏈 其實那是不對 不管是你是 4x4全時四輪傳動 或者是你是傳統機械式的 其實雪鏈的用途是讓你破病 可是跟抓地力是 其實會有一些些差異性 可是像如果說我們要買車的時候 通常會考量到後面的養護成本嘛 所以那個前面就是說 我覺得你要用你的用路環境來說 在台灣其實前輪驅動就可以了啦 因為四輪驅動一來呢 它的養護的成本也會比較高 萬一到時候要維修什麼的也比較貴 再來就是它比較耗油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是真的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你看嘛 四輪傳動就是你 無非就是你四個輪子 都會有各自的系統 你包括你的傳動軸的耗材 前傳跟後傳的差異性就差很多 那包括你的差速器的油 是不是要定時更換 變速箱的油量 其實這個都會有差異 那養護成本因為 比較高是因為它零組件變多了 那油耗一定是會比較重 因為本身的零組件多 車子也比較重 所以你的輪胎的消耗 也會比一般的來得快 那休旅車上面 是不是也是有四輪傳動的設定啊 對 但是休旅車上面的功能性 比較不一樣 它某方面是為了否越野 但是安全是無庸置疑 那再來就是像艾達剛才提到 不管E63或M5 他們其實很聰明啊 就是我要賺你的錢 但是我也不想讓你覺得這台車沒了 所以才會多一個2WD模式 而且譬如以M5來講 你知道它的2WD不會難甩 不是說你出去就變相交喔 失控 不會喔 它的後軸是一個主動電子防滑差速器 它的電子防滑的差速器作動是0到100% 你在開始後軸甩出去的時候 它開始作動幫你拉回來 所以那個樣子你會覺得自己很帥 但是你是在安全的情況下耍帥 所以這就是車廠高竿的地方 所以其實讓你買到它最好的技術 而且又讓你安全 對 可是在這邊德哥 是不是最後給觀眾朋友一些建議 因為可能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開跑車啦 對 我們不需要這麼大的馬力 甚至於我們可能不需要中置引擎啦 然後後輪驅動或後置引擎後輪驅動 那我們要怎麼樣建議消費者在買車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因為不同人的身份 不同的需求 他選擇不同的這個所謂的驅動方式呢 其實當然因為大部分人還是能夠接觸FF 那我們講那麼多 大家不要誤會FF就爛車不惜喔 像包括現在Toyota新的TNGA都很厲害 而且像Ida剛才也有補充到 就是它可以藉由電子防滑差速器 它在過彎的時候去調整內車輪的輪速 所以某方面前驅車它的物理慣性也可以改變 它可以因為前輪 就是右前輪過右彎 右前輪被限速了 所以它轉向也變得很精準了 所以說有些車還是很有樂趣 所以我覺得還是因人而異啦 再看見